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加上疫情解封 境外移入病例可能随之增加 台北市环保局特别动员12个行政区超过签名的志工和市民办理资深员清除日 其中信义区公所方面就在赴台公园举办适施活动 让防疫工作零漏洞 如果有疫情的时候 这里一定会被开罚单 为什么 因为它底下可能会有解决 台北市环保局人员仔细说明这一片绿一样蓝的造景墙面可能隐藏着资深员 由于梅雨季节来临 雨后容易产生积水容器成为并没闻资深员 加上疫情解封出国潮涌现 登革乐境外移入病例也增加本土性登革乐疫情发生的风险 台北市政府环保局在全市12个行政区同步举办台北市资深员清除日 呼吁民众加强检视住家盆栽容器及周边环境及时清除积水 去年还没开放的时候就没有登革乐 那今年一开放的话 现在已经有五个案例了 都是境外 境内是没有 所以有这个境外移入的话 那我们一定要赶快把这个我们自己台北 这边这些可能会积水容器 会资深员的话 我们一定要清除 以防它回来之后被钉到 钉到以后 然后又把蚊子又钉到别人 然后就会感染到本土 在这个下雨的时候 假如真的有积水容器的话 也恰有积水嘛 趁这个机会把它移除掉的话 就减少这些资深员 那我是要强调 喷药不是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一定要把那个 会这个给蚊子残卵 变绝解 然后变蚊子这种资深员 把它移除掉 才是最好的策略 信义信义 有情有义 松光松光 信义之光 蚊子使光光 配合全市资深员清除日 信义区公所方面也号召各里 民众及环保义工队进行试试 除了组队进行环境巡检 也透过环保局专业说明与教育训练 让民众更加了解如何减少资深员的产生 今天这样一个试试大会 以及刚刚的教育训练 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学到非常的多 那尤其个里 刚刚也听到我们环保局说 会到我们个里来开办各样的课程 然后教导我们的里民 特别是我们现在大家 很多地方都在推广这个田园城市 我相信这个资深员的 清除这一块 现在显得更加的重要 那现在也越来越多的里民 以及里长 其实都很有这样子的概念 那借由这样子的课程 还有我们日常的巡查 我相信可以很有效的来 减少这些资深员 身兼台北市信义区 环保义工中队长的 山里里里长翁信力表示 最近因为天气逐渐炎热 加上雨季的关系 蚊虫的确有增加的情况 因此除了呼吁环保局多喷药消毒 也会挨家挨户提醒里民清除积水容器 就是挨家挨户去劝导 看到有装容器的 我们就按电影请他们出来 现场马上就处理掉 台北市政府环保局方面表示 环保局针对全市456个里的喷药消毒工作 从5月起每里提升为每两个月喷药一次 不过防治登革乐还是应该以知青为主 喷药消毒为辅 呼吁民众落实居家环境清洁和自我保护措施 才能有效防范登革乐疫情的威胁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 登革乐的季节来临 宋山区公所动员里长清洁队等单位人员 举办环境巡检 以及清除登革乐并没闻资深原事实 区长游竹萍也呼吁民众掌握清除原则 共同消灭登革乐 全面行动防疫民斗动 大家一起呼喊口号宣示共同打击登革乐 宋山区清洁队长罗朝根表示 感谢宋山区各位里长以及环保志工 一起针对居家及社区周边中庭绿地 排水渠道 遮雨棚天沟等重点区域 全面清除积水 消灭区域内的病霉蚊 保障民众健康的生活环境 这个很苍绝的地方 很容易就会有一些带进来 他们带进来他们是没有症状 人家可是有残养力 那如果他们蚊子咬了这个 然后又咬到林医生咬到其他的 他就会抬着他 所以说不要蚊子 就是说拜登各位里长 跟我们的林医生看到 林医生有什么基础 你就把我像这么看到 谁手把他清掉好不好 宋山区长游竹萍表示 今天正好碰到下雨 也提醒大家寻到清刷的重要性 因应疫情解封重新办理实施活动 希望社区一起动起来 共同维护松山区的健康家园 记者林医会台北报道 极端气候影响强降雨 频繁大量雨水瞬间流入污水下水道 会造成道路上冷孔盖气冲 危害到用路人的安全 因此北市府建置污水下水道 电脑辅助操作管理系统 强化防灾应变能力 减少危险发生 当强降雨来袭 污水管道流量暴增 内部空气快速压缩 空气压力就会快速冲开人孔盖 北市就曾有雨量飙破100毫米 昆明街的人孔盖冲开如喷泉 索性无人车损伤 危攻处因此建置 污水下水道电脑辅助操作管理系统 利用GIS投资平台 整合各场站设备的即时运输讯号 同时借接中央气象局 与水利处的水资勤料 预测污水下水道流量 可提前应变抽水降低管取水位 减少污水人孔盖气冲情形 那这个处理系统我们希望用电脑辅助操作管理的系统 来达到即时的监控 还有做到的是防災的抑制 以及能够在操作做建议 那这个是我们等一下 卫工处要介绍的 透过这一套系统 我们已经示范了一阵子比较成熟了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一套系统 也能够减少我们有一些在比较下游地区的这个污水管道 它本身的这个孔盖有时候会有收到极降雨 大量的这个水的压力之下 让它变成有气冲 让孔盖的气冲减少这样的一个状况 近年因为极端气候的影响 所以这个短延时强障雨常常发生 那台湾虽然是雨水跟污水分流的规划的设计的国家 但是因为台北市发展的比较早 所以早年有些老旧建物的内管没有分流 或者是民众的征建物接污水管 所以造成在台风豪雨的时候 有大量的雨水渗入污水管里面 它污水管局比较小 所以当雨水渗进来的时候就容易发生 里面的管局的空气快速受到挤压 当这个压力过大了就会把人口喷飞 这个就会造成这个市民用户人安全上的疑虑 下一页 给各位看一个影片 这是107年9月8号 台北市当时的食语量超过100mm 当时也造成昆明居的污水人口有喷飞的情形 不过还好当时没有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 所以是不幸中的大幸 但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提出解决的方案 首先我们就被换来建设一个电脑辅助操作管理系统 那这个系统有什么好处 这个是全国第一套 只有台北市率先在做 其他县市也来跟我们一边想要学 我们接下来去做一套污水系统专用的操作管理系统 那它这个主要是结合GIS组织可以显示所有厂站设备即时运转的资讯跟监测的数据 然后我们也介绍中央计算局 还有我们有军水利处的那些雨量站的资料 到这个系统里面透过人工资会去模拟推广 我们沐水管里面管局的流量 还有可能会冒水的浅室的区域 来做防災应变的参考下页 那我们有三个主要的功能 就是第一个是即时监控 那右上角这个是我们有抓行政区的雨量站的降与资讯 再来是我们河川的水位 那在下面这是我们那个污水管局里面 现在目前有36个异位计的即时的水位计的状况 那右下角就是我们的苏流站 还有我们堤化污水处理厂 内湖厂 还有33个羊水站 跟4个抽水站 还有14个节油站 所有资讯都接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做即时的监控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哪些设备是不是有正常的运转 那再来第二个是有防灾运行的功能 我们这个系统借接中央气象局跟水利处的降与量资料 我们可以去推波 未来6个小时有可能会发生 那个污水人口冒水 或者是流量异常的状况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提出操作的建议 我们抽水器的台数就可以依照他建议的这个 这个台数的方式来操作 所以尽量可以在这个台风耗雨的时候 可以降低我们管局的异位 把我们管局的容量控下来 当风风来的时候可以避免这个人口被气冲的行星 那当然除了电池这个系统之后 我们也提出了改善人口框盖气冲的治标跟治本的方法 首先治标部分 我们就是将一些老旧的框盖 把它换成符合系列式规范的耐压框盖 我们首先在容易发生气冲的地点 就是主式干管 还有分管的接入点跟转折处这些 我们把它优先做更快 那干货完之后呢 改善前容易喷飞这个状况 就会变成只有在那个边缘冒水的情形 那这个耐压框盖它有个特性 它是有机械卡榫 当受到压力的时候它会上浮两公分 然后它有圆缀面的设计 它会自动回复原味 就可以确保这个框盖不会离开它原来该有的位置 下一页 再来日本的部分 我们也是用购买服务的方式 我们就是装设移动式水位器 我们在污水管局的上游装了60个移动式水位器 把这个水位器的资讯抓回到中工中心 当我们发现 如果说降雨量跟这个水位器的水位有异常上升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旅屋混流特别严重 我们就去办理旅屋混流的切管的动作 在我们去年已经办了103处 这个我们会逐步的找出热区 逐步办理改善 卫工处也表示未来会持续提升系统功能 检讨增设水位器 不诸官网资讯 导入更精确的气象预报 针对每次好大雨事件经验 滚动式检讨修正系统参数 确保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为了鼓励失智长者走出户外增加人际互动 台北市大安区健康服务中心将在5月30号举办 失智长者五感全方位体验活动 邀请失智长者一同聆听园艺观赏植栽等活动 名额有限先抢先赢 台北市已进入超高龄城市 大安区老年人口更高达23.3% 台北市大安区健康服务中心结合台大农场园艺分场 将举办来把圆艺场幸福之旅 失智长者五感全方位体验活动 透过听觉 视觉 嗅觉 味觉 以及触觉 五感体验 激发长者思考 在轻松氛围中产生正向情绪 这次我们这次的活动是办在5月30号 那我们是希望邀请就是失智长者一起来参与 就是五感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活动 那主要是因为失智长者其实如果除了在 比较严重的时候医疗的介入以外 我们希望在前期预防的时候呢 他能够就是鼓励长者多参与活动 然后呢一方面呢他可以学习一些新的事物 可以就是增加认知的一个功能 那也可以延缓老化 那相对呢对于他的这个照顾者呢 也能够减轻一些压力 这样子可以提升整个的一个生活的品质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在5月30的时候呢 我们就再连续跟台大的这个圆艺的农场呢 合作了这一场 这一场就是圆艺场的这个幸福之旅 那我们主要呢是用五感全方位体验的一个活动 一进行 那主要是包括他们就是 教给他们一些圆艺的一个知识 还有欣赏植栽 还有闻闻一些现场的一些刮草 还有给他们一个品饮茶饮的这个部分 那另外也会教他们一些创意DIY的一个内容 健康中心的服务人员 更鼓励我们所有的长者走出家门 多多的参与和参与各种活动 可以活化我们的脑力 锻炼我们的腿部的肌肉 避免老化 肌无力 更可以是我们的心情 开朗乐观 发到健康乐活的目标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仁爱院区神经内科 林怡君主任表示 随着人口的急剧老化 失智者也将快速增加 在地安养已成为必须正式的需求 那我想随着这个我们人口的急剧老化 失智者也会是快速的增加 所以在地的老化跟安养一定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可以带动社会各阶层 去了解说 去了解失智 认同失智 进而去建造 建构一个比较友善的环境 帮助失智可以在他的社区环境中安示的生活 那这样子不只是可以减轻家庭的一个照顾负担 也可以减少他的情绪波动 甚至也可以减少治疗的一个依赖 那我们知道其实非药物治疗 其实是实际中很重要的移环 那社交鼠康前是我们市联谊的这个 失智共同中心 近年来积极推动了一项方案 就是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医疗单位 那跟几个这个社区的一个友善场域 机座场域合作 那我们去办理各式的这种 动态的或性态的各种艺文 运动或学习的一些活动 那帮助失智者可以更自在的参与 自在的走到社会跟社会互动 我想这样的最终目的就是希望可以达到 这个失智友善本事去共同和服务者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几次我们都跟大家将中心 有一个很好的互动跟合作 也让我们可以把病人可以很顺利的转接 去参与这些社交图 大安区健康服务中心杨明娟主任表示 鼓励长者从生活中管理六大内在能力 可以透过简单的长者功能评估量表 了解自我功能的状况 建议65岁以上长辈或其家属 可以透过手机扫描长者量六力 LINE AT的QR Code加入好友 帮助长者随时评估身心状况 及早介入处理 进而延缓失能 记者联席会议台北报道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期盘关心您 台北像是熟悉又陌生的城市 近期台北市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呢 由中家新闻记者带您一起游览 认识台北就从台北探索馆开始 在这里台北市尽收盐地 无论是知名地标文化体验历史故事 免费为您导览 其实我们都知道台北的交通非常便利 而且连吃饮食选择都是从同班饮食到米其林都有 那住宿也非常多元 尤其在我们的方便交通里面 其实我们每一个行政区都有不同的一个旅游吸引力 那包括可能30分钟你就可能还可以去爬爬山 那这一次我们找了我们的地阶旅行社 地阶旅行社就是专门接国外旅客来到台北的 那他我们都知道疫情这三年 其实国际观光客是相对的少 那所以纵使我们没有出去就是去推广 我们也可以在台湾就是让我们的地阶旅行社 多多了解疫情这三年来 其实台北都没有停止 台北有很多的新的景点 观传局特别举办地阶彩线团 宣传台北新景点 包括北溢 北流 还有充满风格的融进时光园区 这里就是原台北行物所观社群 那就是原本日志时代的时候是丁种的 就是最低阶层的预政人员住的单身宿舍 之前的话它是属于滑光社区一部分的美食街 那就是到了民国就是109年之后 它开始决定就是开始修复这个地方 那因为曾经有过就是游民住进来 那时候滑光社区的居民已经撤离开来了 那就是有游民进来 然后不小心把某一间的房子给烧毁了 就是这样 所以文化局就决定再把它修回来 那修回来就是历经到现在 现在才开始112年 去年111年开始营运到现在 那我们其实我们定位的是叫做文创养生的照护的社区 我们有点叫新型态的叫依居动养模式 那医的话就是医学的医 然后居住的局面就在社区里面 那动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希望来了这里的人 是可以动脑动身体的 所以我们有一些课程讲座 那也有一些就是设计一些让生障者就是无碍 那我们这里是服务0到99岁 当然甚至有100岁以上都可以欢迎过来 台北流行音乐曾横扫中文世界 影响了数以11计的生命 造就了时代的文化品味感染力强大 在这蜂窝的创作土壤上 曾经的辉煌与传承如何展现 在南港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常设展就能洞悉所有 每一首歌曲在你耳中 承载着某个时刻的记忆 有日常的喜怒哀乐寄托许多情怀 常设展的部分呢 它其实算是台湾第一个就是 讲百年流行音乐故事的一个展览 那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展览 因为它其实里面除了一般 你可以看到一些展品以外呢 我们在四楼然后也有一个演唱会的体验区 最近就是响应政府发放就是六千元嘛 那所以我们就是有推出一个 从现在开始到六月底 两个人同行的话 就只要五百元的一个票价的优惠 超级大卷是怎么形成的 各位这张图要看的顿子 你看这个蓝盒子在这儿 然后是五百到八百个席位 然后的话呢 你看超级大卷一千五百个席位 基本上呢它的舞台在这里 大卷的舞台在这里 然后蓝盒子舞台在这里 我们把它打开了之后的话 这中间有所谓的隔音桥 隔音桥然后在空气层 打开了之后这整个的长度 是可以容纳的隔音桥 多一七十七的 当然你要把那个就是翅膀也拿掉了 你看可以这样 这是非常长的 所以它整个就是可以容纳两千三百个席 所以我们把它成为超级大卷 而位于士林的台北表演艺术中心 这是一个充满各种可冷清的空间 近期吸引不少民众对艺术的好奇心 建筑本体由普利兹克 建筑奖得主雷牧库哈斯设计 融合球体方块造型独特 灵活多边的空间 给观众带来全新的剧场体验 在原始的设计规划段落 其实欧马一直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它认为公共建筑应该要保持一定程度 对民众的开放性 那这个开放性会展现在北异的建筑特色上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参观回路 所以蛮推荐就是民众不论是国内的 然后或是国外的旅客来到北异的话 一定要走这条参观回路 因为它是一条单独的动线 可以经过三个剧院的后台 那一般的游客可以在不干扰 演出团队的情况底下理解剧院怎么运作的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认为在建筑设计上面 开放性的一个非常突破性的一个做法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整栋建筑 其实有三面都是用S型玻璃去围绕 所以一般的观众或游客 其实在路过这栋建筑的时候 你可以隐约的看到在剧院内部的活动状况 我们很多朋友其实会在大捷运经过的时候 会看到北异的11楼的排练室 他会看到今天可能有团队在里面排戏 那这个隐约看见的这个关系 其实会引发一般民众的好奇 让它更靠近这个剧场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建筑设计上 其实很有特色的部分 畅游台北陆地新景点 也可以徜徉在波光烈焰的河水上欣赏夕阳 不时有跳离水面的鱼儿伴舞 大道城发展出独特的清淡水河玩法 让大家在台北也能享受到 雨水共舞的美好时光 在整个夏天 7月1号到8月20 只要是傍晚10分到晚上9点钟 我们这个路域上面有很棒的 很浪漫的灯光 船上也有灯光 你从路上看水上 水上看路上 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风情 那也有一些小朋友玩的游乐设施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整个夏天 是老少咸宜的地方 那我想天天这个船 它你都可以去在船上做体验 还有还有想要跟大家第一手消息 我们都知道大道城情人节就是烟火 那在今年夏天我们有7加1厂 也就是每个礼拜会有一个比较小厂的 那8月20情人节的前夕 其实还是一样有大家 这几年来最想看的烟火 所以在今年夏天真的不要错过台北 大道城码头可以享受河岸风光 还有货柜市集音乐美食器具以及烟火秀 夏季游城搭配蓝色水路和主题日优惠 保证让民众有个难忘的浪漫回忆 为了让传统艺术能够从小扎根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推动培育计划 和9个县市共同合作 将有超过200所学校参加 演出团队超过50个 计划将传统表演艺术团队带进校园 或是带领学童到专业表演场馆欣赏演出 台北木偶剧团与新传歌仔戏剧团 带来布袋戏庙会游艺互动演出 斗得台下秀朗国小小朋友笑声不断 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 为积极推动传统艺术向下扎根 今年首度与教育部合作 办理传艺勾样培育计划 共有9个县市获得补助 预计有超过200所学校 5万名以上学童参与 其中偏乡学校比例高达三分之一以上 投入计划的演艺团队更超过50个 要做会让孩子们开心看好戏 传艺中心在推广传统艺术 那我们就发现说 其实传统艺术要从小孩开始 有小孩先了解自己的故乡文化 能够享受 大后变成我们的传承者 就像刚才我们次长所做 反而他送给大家的礼物 就是未来他们对传统艺术的贡献 那这一次 刚刚好有一个机会 就是有关于这个 国家语言发展 那么有要推动台语 那所以我们希望说呢 跟教育部合作 透过这个国家语言发展的这个方案 能够呢 透过这个勾样 传艺勾样计划 那能够带着小朋友 进入剧场 来看让台湾传统艺术的悲响 那买当呢 进到校园里 表演团队进到校园里 演出给小朋友看 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有事先的一些 像类似像导龄 小孩子了解说这个 戏曲的这个内容 然后适中适后 我们都会呢 有一些加深的一些措施 就是让小朋友可以更了解更喜欢 那透过这个勾样计划呢 我们可以呢 帮助小朋友成为道道地地的 自己的故乡 自己的故乡人 而不是呢 那也可以透过这个呢 让他们更有创意 透过这个更有创意 能够在戏曲的创意 我们不但会培养儿童的 这个戏曲方面的编导人才 也会有音乐的编导人才 我们希望做了以后做出来是 这些小朋友们可以有共鸣的 让他们了解自己在地的文化 了解在地的元素 能够产生共鸣 那他们的未来 也能够成为呢 这个艺术养分 喂养呢 这个整个台湾的艺术养分的 一个来源之一 所以我们对这个国家计划呢 期待很久 那也 我们相信我们会一年一年的推动 我们跟文化教育部 会成为最好的伙伴 会每年都在推动 那至于以后又会不会再 扩大到高中 我想我们会一步一步来 我们先让小学们 学生都能够先看到 以后如果争取到更多的经费 有更多的能量 我们会继续的推动 然后不断的 让很多的在学的学生都能看到 这有到220所国小 5万多个学生 那偏乡有88所国小 然后6000多个偏乡国小的学生 都会看到 那未来我们期许 可以往上再推到国中高中 我们想我们会再继续努力 演出节目包括歌仔戏 布袋戏 皮影戏 傀儡戏 等9种类型 内容丰富多元 期望透过文化与教育部门 攜手合作 让优美的传统表演艺术 在校园中遍地开花 我们在12年国教 其实很强调跨领域的学习 那我们也正式地把这个艺术 跟美感列为我们的核心素养 那么过去在推动 跟文化部的合作 其实非常的密切 那但是我们过去影响的幅度 过去四年其实也有数百场的 这种巡回展演等等 也已经把它12年国教的课程的精神 跨领域的精神放进去 那透过这个传艺勾样 这个更有系统性的 从国小学童开始的这个影响 那我们也会希望 在我们的12年国教的课程设计里面 每个学校的校定课程 能够以传统艺术 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 那让小朋友除了欣赏他 那他更能够跟艺术教育结合 那么学校的老师 能够有系统的去介绍他 那么孩子他就不会 只是一个欣赏者 他透过主题式的学习 未来对于这个艺术 甚至是社会领域的学习等等 都会更深入 那我觉得这对于 全方位的艺术人才的培育 是更能够扎根的 那不论是语言的学习 或者是社会文化的底蕴 都会能够有台湾的在地性 那也进而能够更有 国际的竞争性 这是我们期望 跟文化部一起努力的 传统艺术的保存或者是传递 需要整个结构化的一个实力 文化部要努力 教育部要跟我们一起配合 最重要的是县市政府 要透过我们每一个县市政府的努力 我们这一些不论是经费或是团体 它还能够到学校去 把这些美好的经验能够传承下去 这是一个政府想要送给小朋友的礼物 我想希望这份礼物你们会喜欢 那可是我也要许愿 未来 未来小朋友们也可以送给我们这些大人们 一份礼物 那个礼物是 未来你要约会的时候 好 北京 你可以选择带着你的好朋友到庙口去看一出戏 甚至说我还蛮期待 有一天我看到我们秀朗佛小的小朋友 在台上演歌仔戏 让我们大家看 让我们为你们鼓掌 112年传艺勾样培育计划 将从今年4月到11月 在9个县市陆续展开 创造国小学童每年都有观赏或参与传统表演艺术的机会 让新世代对自身土地文化有更深层的认知与喜爱 大爷都让走回来 今晚欢迎秀台台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资讯时代来临 无现金的行动支付已经是现代的趋势 为了鼓励更多店家加入行动支付服务 台北市政府和三家电子支付平台合作 针对万芳赤峰街以及加纳这三处商圈的店家进行辅导 共创双营 进入台北知名的双联圆仔汤店里点餐 台北市裁判局长陈娟安立即拿起手机准备付款 由于有越来越多人习惯透过行动支付方式消费 为了鼓励更多店家加入提供行动支付服务 台北市政府与三家电子支付平台业者合作 针对万芳赤峰街及加纳这三处目标商圈 还未使用行动支付的店家 提供最高六个月的交易手续费减免补助 电子支付是这个社会的趋势 很多年轻人也好观光客也好 他可能不见得到我们的商圈 到我们店交消费会带这么多的现金 但是透过电子支付这样多元的付款的方式 可以让更多的消费者走进店家 那这次台北市政府也特别跟我们的支付业者的平台来合作 那提供了我们所谓的身装电子支付 能够有六个月免手续费的优惠措施 去让鼓励我们的店家能够多多的来升装我们的电子支付 那当然这次我们优先选择了 包括我们今天所在的我们的赤峰 还有我们万华的加纳 跟我们文山的万芳 三个社区去做重点的推广 就是希望能够去增加 我们拥有电子支付的店家的数量 那提供我们市民更便捷的服务 这项活动获得三处商圈店家正面回应 目前已经有近三百家店家参与 台北市赤峰商圈永续发展协会理事长陈静云 期盼政府能协助店家在转型过程中降低成本 同时让使用电子支付的消费者 获得更多回馈共创双赢 站在政府的角度就是如何协助我们各个店家 比如说申请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店家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他不会就是说去他了太多 那站在消费者的立场 如果说我使用这方面的系统 能够获得什么样的一个回馈 我想说这是两个方向 所以我们也期待说 那站在政府的角度能够就是说 协助我们去做好这样的一个平衡 那促进整个消费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发展 那也让全民在消费的时候也可以感受到 受到这样的回馈 觉得消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喜悦 台北市商圈产业联合会理事长洪文和 这以胡旭张卤肉饭为例 鼓励店家勇于加入行动支付行列 胡旭张张董他跟我讲过一件事情 他说他为什么愿意给那个外送抽31% 是因为他认为反正我多了一些客人 然后我少了服务 那我为什么不做这个生意 所以其实多了这个支付之后 会让消费者增加 绝对会增加 不会减少 那这样为什么大家不去用呢 台北市商业处方面表示 除了辅导店家 踏出数位转型的第一步 商业处方面 更与三家电子支付平台业者合作 推出多项行动支付优惠方案 消费者只要加入会员 在这三处商圈以行动支付付款 可获得回馈金优惠券等 希望在疫情过后 将台北市打造为更安全便利的消费环境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为了鼓励里内学子努力向学 并且更深入认识家乡 台北市内户区周美里和周伟庄 当新安宫连续多年举办奖助学金颁发活动 感人的室友中学生 在获得奖助学金后立刻捐出来 协助里长帮助弱势民众 让里长邱丽玲相当感动 得奖小朋友很有礼貌地向颁奖嘉宾敬礼 这里是台北市内户区周美里 一年一度的奖助学金颁发活动 希望鼓励里内学子勤奋向学 今年从小学生到博士生 共有430位学子受惠 比起第一届的90人来说 增加了近5倍 今年是破记录 史前没有这个记录的是430位 国小组就有206位 可见我们这个社区所有的家长 包括爷爷奶奶都是非常关心教育 能够借这个奖学金 这个活动的典礼呢 能够把刺激孩子们 给他们一个向上提升的一个能量 当选里长后级举办奖助学金活动的 周美里长邱丽玲特别感谢 周伟庄 新安公管委会及信众 与地方善心人士的经费支持 让这项有意义的活动可以持续办下去 我们大家希望说 把我们的这个收的香油钱 回馈我们的乡里 然后呢鼓励我们的孩子 在读书方面呢 能够有一些正向的一个提升 所以我在这里呢 感谢我们周伟庄 新安公 所有的委员们的支持 让我们这项工作能够持续一年一年 而且呢这个经费也一年一年的这个足高 这项台北市由地区举办规模 最大的奖助学金颁发活动 获得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学校校长和各级民意代表认同 对邱里长的努力更为肯定 越办我觉得地方的散心人士越多 这也提升了我们现在整个台美国小 很多学生大家读书的原动力 来鼓励大家 我们希望我们每个小朋友 从现在开始小学 国中 高中 大学 博士措施 考什么都包中好不好 好 这个是所有爸爸妈妈最想要的 我们周美里丘里长很热心 而且也很积极 然后长期在地方上 很重视我们小朋友的教育 让小朋友可以在这个奖学金的活动里面 养成这种荣誉的心 我觉得也很重要 有一个这么样子的一个好的活动 就是有颁奖 然后我想说这个里长 还有我们地方的人士 对教育这么样子的一个支持 对小朋友来讲 我想说是最大最大的一个支援 代表台美国小是我们邱里长 那其实邱里长不止为小朋友 争取这个奖学奖 其实他对台美国小的孩子的各种 包括交通的安全 包括生活的照顾 其实他都挖了好多好多的心理 我觉得颁奖这样的一个仪式 非常的好 给我们小朋友很好的鼓励 那毕竟呢 还能在成长过程 需要那么多的善心 那么多的支持 那么多的肯定 这个特地代表一下 老师兄弟长 台北市政府市政顾问陈启鸿 也提供半首礼共襄盛举 领完奖学金之后 回去继续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然后好好用功读书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活动的意义 获得奖助学金的肯定 得奖学生都很开心 也强调会更认真努力学习 可以更努力学习 然后呢就为了上台颁奖 我觉得对于我们现在 比较需要金钱自主的学生来说 会比较有动力 可以奖励学生认真读书 对 也可以让自己认真一点 要感谢大家这个邻里的支持 然后包含里长啊 一些社区的这个单位 让我有办法获得奖学金 然后有办法支持我的这个 学生的生涯 获奖的学生家长也觉得 予有荣烟 只说是一项很棒的鼓励 里长在这边办这个活动 应该好多年的 小朋友从上小 小一的时候 一直领到这里 对对对对 真的是不错的活动 鼓励大家一起 更棒的是 这群得奖学生 不仅成绩优秀 还乐于参与地方活动 像台美国小五年级的李守恒 就曾跟着阿公当志工送餐 康乔林瑞安 更与姐姐共同捐出奖助学金 希望协助里长 照顾里内弱势民众 形成一种正向善的循环 就是会遇到很多 比如说阿公阿嬷 然后呢 我们会把便当递给他们 他们会跟我们说谢谢 我们会跟他们说谢谢 在里长的FB上面 看到那个北北很需要帮助 那想说 就把 因为刚好得到奖学金 就想到我们姐妹的奖学金 都可以捐给北北 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公共服务学习 然后也可以跟社区做一个连结 未来我想呢 从小他们就愿意跟这个社会 做一个善的一个循环 未来一定都是一个国家的栋梁 说美女下不下 有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有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您好欢迎收看中家新闻我是吴俊松 六年任的基隆市议员张耿辉近日突然传出急性心肌梗塞 幸好经过台北慈激医院医疗团队紧急救治处理救回一命 张耿辉健康重返市议会参加定期大会 包括市长议长以及议员同仁都前来关心 也呼吁市民好朋友务必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 如果发现有症状一定要及早就医检查治疗 健康重返基隆市议会参加定期大会开会的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感到非常开心 包括市长谢国梁 议长佟子卫以及各党派议员同仁们 也立刻上前慰问关心 身体还是最重要的 对 一切把他身体不好 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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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因为张耿辉近日传出急性心肌梗塞 幸好家人及时发现不对劲 送医检查治疗 经过台北慈激医院医疗团队紧急救治处理 完成心道管手术救回一命 因此张耿辉也呼吁市民好朋友 务必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 如果发现有症状 千万不要拖延 一定要尽早就医检查治疗 要不要再補兼一下 不要赢了 哈哈哈哈 他身体不好 他人外边的世界争取 看好一年世界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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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大家都这么关心 大神秀 我同学 三十一个不能少一个 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少 三十一个一个一个 他说你们要帮我介绍对象 每一个 对 其实每一个 对啊 对啊 真的很重要 他真的都在拖 拖了你就放手 张耿辉表示 感谢老天和台北慈激医院医疗团队 给他重生的机会 其实一年前已经有胸闷等症状 因为服务行程多 自己忍耐不以为意 终于导致急性心肌梗塞 发生差点丢掉性命 因此希望以自己为健 提醒各界好朋友 千万不要轻忽自己身体 任何的状况和问题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为了尽快推动公益青年就业补助 电动机车计划 基隆市政府编列三亿八千多万元 追加预算案等待市议会审议 不过民进党 基隆市议会党团发现 基隆市政府不但在公车车体登广告 连市长谢国良也亲自上街 发送面纸 恳请议会支持这项追加预算案 让民进党市议会党团 要求市长讲清楚说明白 为期一个月的基隆市议会 定期大会一召开 原本要进行市长谢国良 首次的市长市政总报告 不过民进党基隆市议会党团召集人 郑文婷和市议员张浩瀚 提出临时动议 要求市长谢国良先回应 自己亲自上街发面纸 并且在公车车体登广告 恳请基隆市议会支持公益青年就业补助 电动机车计划是什么意思 这个预算到底从哪边来 这个广告费是谁支付的 为什么要在开议的今天 让这样的车体广告上路 我认为在这个市长的市政总报告之前 必须先把这件事情厘清 如果议会没有人在今天之前就公开 或者是说这个预算绝对不能过 为什么要做这一件事 我不希望说行政权要介入到 我们监督者的相关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关系 要不然的话讲坦白话 如果今天我们行政院长 在四处的一个车体广告上面 希望立法院同样 要通过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 难道我们立法委员 就会坐在这边说 好我同意这样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国民党市议员健壮也发言 希望大会主席议长佟子委 要依照定期大会议程 先让市长完成总报告 我们进入程序等市长 总报告完了之后 再请各位议员提出意见就好 电动车的政策 只不过是市长政策 一小部分而已 所以我希望主席能够 依照程序来进行 马上进行市长政政总报告 好至于说 刚刚有讲到说立法院各方面 我想立法院的部分的话 都有经过很多的讨论 或者是质询 其实跟我们市议会也是差不多 其实大家在网路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甚至于也可以去立法院看 另外的话 讲说行政指导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严重的 对啊 这个部分的话 我是希望说 我们在大会期间的话 大家还是以我们的所谓的 这个施政总报告为一个核心 我想到那个部分的时候 再请我们市长充分的 再补充说明就可以了 我想不必在大家 议这个程序问题 再做研讨 因为这个效率 议政的效率是大家共同期待的 以上 经过议长同志伟斡旋 决定让市长先进行市长施政总报告 我想谢市长都已经非常清楚大家的意见跟想法 我想就请谢市长待会做施政报告的时候 优先把刚刚议员提出来的案子 做一个说明 反正都在施政报告的系统里面 好不好 而市长谢国良也在施政总报告中 推动公益青年就业补助电动机车计划这部分 直接回应议员的质询表示 上街发面纸 等车体广告都没有动用到公帑 完全是自己个人出钱 主要是个人认为 希望让市民朋友 能够了解到 这个预算目前的进度 也是真心的恳请议会来支持 现在有很多的青年朋友 只要看到国良 就常常在询问这个案子的进度 可以感觉到 他们是热切 而且很期盼 未来的这个政策的施行 那我们在这个部分 跟各位 跟议员来报告 目前是有面纸 以及公车看板 两样的文宣品 目前已添购 已经进行当中 那因为考量到这个做法 较为不同 那我们这边是以我个人的部分 来帮他吸收 并没有运用到 基隆市政府的公帑 那这个是我本人 自己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议员觉得有不妥的地方 那我虚心接受 议员给我们的建议 或许在寻答的时候 可以跟议员们在共同讨论 如何进行 较为适当 谢国良强调只是希望让市民朋友 了解这个案子的进度和施行 也真心恳请市议会支持 电动机车追加预算案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 谢国良所推动的 基隆青年公益电动机车专案 目前已经陆续亮相 有两个车厂的三台机车 在基隆市政府大厅展出 吸引民众目光 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的办公大厅入口 非常显眼的地方有三台机车 这三台就是中华跟光阳的 合格电动机车 希望能够参加市长谢国良 所推动的青年电动机车专案 由于许多人都很好奇 实际的车辆长得如何 因此市政府特别将实车公开展示 我们现在就是欢迎所有的 国内电动机车大厂 来跟我们提案 那我们欢迎所有的人 来参与这个计划 但是不会限定任何一家 来参与这个计划 我们的理想上 也不希望只有一家 来参与我们的计划 那我们希望他能够提供 他们最好他们认定上性能最适合 但是又愿意把价格抓在一万四万块一台左右的电动机车 因为那个符合我们的地方跟中央联合补助下 就会变成免负担车体的价格 根据媒体报道 这次光阳机车会加入基隆电动机车专案 主要是基隆市长 特别提出了零元手机的概念 打动了业者来加入专案 谢果良希望大家一起促成这件好事 帮助年轻人也达到节能减碳的世界趋势 但是你们可以赚到民生 可以赚到市占率 可以赚到你们的企业形象 我就是这些所谓的交易 所谓这个我们前市长的说的那交易 就是这些东西啊 所以这些厂商是我们也算是很努力去不断的去说服他 所以你说这零元手机的概念 也是我过去曾经在议会有报告过 然后也是我跟柯董事长来说明 说其实你应该以你的这个市占率去做考量 你应该如何快速的增加你的用户去做考量 那你先不要在乎这个跟基隆市政府合作 你每一台车好像成本上你有一点吃亏 你未来你会这个取得更多的市场优势 可能就是因为你跟基隆市府有合作 你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想办法去说服他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的论述是清清楚楚 而且非常有根据 那我希望大家不要继续诅咒我的电动机车政策 我们五万台的机车每天在路上跑所减低的这个二氧化碳 真的对基隆的空气品质有很大的帮助 现在大家都在谈减碳 因为这个地球如果不减碳 总有一天地球会走向毁灭 这个是最起码我跟大家报告 前那一天就是跟光阳回来的第一天回来 我前几天跟美国人在谈都在谈这个东西 现在美国人大规模大幅度都在谈如何减碳 我们蔡总统在进行这个碳交易 无非就是要透过企业行为个人行为 跟各式各样的这个工法人行为 要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 所以我们做的一切都是跟政府相同的 我们的郑文燦副院长也提出了月支费要有一些减免 也是同样相同 目的就是要把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的气炬车辆 希望能够变成电动化的绿色运具 所以我们做的东西并没有错 希望大家能够多给一些祝福 市长谢国良强调这个专案 会让基隆市大幅的节能减碳 让机车的空污有效下降 而这样的减碳趋势也符合目前国际所要求的重点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感谢您收看《众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我愿意见对金之 People's out of the line 请不回答 所以我爱见我们的这些鱼 都是这些鱼 全街的鱼 是为什么我们来的 两天炸珍我 太坏了 她都会比较大 坏了 很多 Mireill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妇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妇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 只是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 我们关心您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物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明要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中家集团关心您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基上核的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图形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使用的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核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核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证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大家好我是睡美人 108年度各类所的扣面角及鼓励评单申报期间 自109年1月1日起至109年2月5日止 扣角义务人挤付各类所的开立之扣面角及鼓励评单 可透过网路方式办理评单申报 不受时间空间之限制 一经上传成功即完成申报程序 省时又便捷 大家记得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 下载各类所的评单资料申报系统软体哦 有人在吗 救命啊 您好我是足迹总统统计访查员 政府透过每月人力资源调查 掌握就业与失业的状况 作为施政根据 我是访查员 请支持人力资源调查 你有一个从小住到大的家 你想跟孩子们保留这温馨的回忆 但你知道这个房子该做补强了吗 民国88年以前因法规标准较低 耐震阶段性补强 最高补助220万元 补强做得好地震少烦恼 好像打开开关一样大幅进步 可以清除诊断每个同学的需求 教育AI英才网 开启台湾数位学习的契机 见证一段全新的师生关系 分享快乐与自信的秘诀 英才师教 英才网 营养化碳终结者能够讲提醒您 无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嵌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能够讲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再给你打开 还要用电热水器嵌移至屋下 一 摆车